伯伯非常航的櫻花步道 這邊美到有點像是假的 它是全韓國最大的油彩花片 超超超超大片 這邊居然還可以看到櫻花 太扯了 蘇花跟海景一網打進的咖啡廳 目前韓國路徑需要準備什麼 第一個的話就是要 大家好 我是Aren馬屬 我現在人在熟悉的桃園機場 沒錯 我又要出國了 這次是要去看櫻花 可是不是要去東京 是要去韓國的釜山 我十年前有去過一次釜山 那是我第一次跟朋友自助 就選擇釜山 釜山人超級的熱情 看我們完全看不懂 然後我們要搭公車 當地的Ajuma居然就是 跟我們雞同亞講 帶我們去搭公車 所以就對釜山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這次我們要搭乘虎航 上次我們去日本玩 為了省錢也是搭虎航 然後覺得體驗非常棒 然後所以這次到釜山的話 也是搭虎航 這次我們搭的班其實是下午 所以我們有加點 機上餐點 第一次在聯航吃餐點 然後等一下來分享給你們看 今天睡覺的房屋間 然後這個是浴室 它是乾濕分離 然後我覺得它在琉璃台 還住在外面超級的棒 然後這個是大那的雙 它是有點商務旅店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可以在那邊解騙 然後它還有附這個浴袍 浴袍有兩件 因為是雙人房 然後還有大大的鏡子 可以看全身鏡超級的讚 我來韓國是要燒我 然後一定要喝酒 阿倫推薦 畢勒 你自己自己 自己愛 他說來韓國 我看他那個限動每天都在喝酒 然後加虛夜 畢勒 真的 你們喝酒 然後剛才還有推薦我一個 浮山必喝的燒酒 還行 就它酒味比較沖一點 那因為有一些是更很像高粱的 這個有甜味吧 一點點 這太新捏 它該不會很濃吧 17 17 16 17 還算好喝耶 來吃炸雞 韓國必吃的喔 好 好辣喔 我想到我之前來韓國 每餐都在哭 之前剛才去首爾玩 然後每一餐我都辣到哭 韓國的菜真的太辣了 哈囉大家早安 因為昨天太累 所以吃完炸雞回飯店就休息了 然後在早上的話 我想要先來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韓國入境需要準備什麼 就是可能很多人疫情解放之後 都已經來韓國玩過 可是應該還有人就是沒有來過 像我也是就是疫情解放放的第一次來 所以想說簡單分享一下要準備什麼 第一個的話就是要申請KETA 它其實算是電子的許可證 然後第二個的話要出發前72個小時 要先上網登記QCODE 那個的話就是疫苗的健康的部分 沒有申請那個的話 入境機場會比較快速 如果你忘記申請沒關係 就是現場填寫紙本的部分 可是那個就會比較慢 第三的話就是你要在飛機上 拿旅客行李出關表 最後就是你啦 行李廚需要把那張紙交給海關 好的那我要去吃早餐 然後這次來韓國就是櫻花之旅 所以燈燈會帶給你們夫婦滿滿的櫻花 我們現在來到大祖生態公園 然後你看它的油菜花田超超超超滿 它是全韓國最大的油菜花田 可是今年好像油菜花開得比較不好 因為其實每年有舉辦油菜花街 今年就取消了 我覺得現在來到現場還是非常的壯觀 你看超超超超大片 其實這樣就已經非常好拍了 這邊會有那麼多人來朝聖 除了是因為它有油菜花田之外 它還有一條沸沸非常長的櫻花步道 兩台都種滿了櫻花 因為那個櫻花隧道非常長 所以如果你想要認真走完的話 建議是可以騎腳踏車 然後剛才看到這邊有非常多 韓國人都租腳踏車 還有那種兩人一台的協力車 現在在櫻花隧道 你看它真的是兩旁 上面全部滿滿滿滿滿都是 超近超近 它就在我的手上 真的是馬上就可以摸到那一種 超級的浮誇 超級的狀態 看出來嗎 裡面的話沒有車 它就是真的是 單純供人家觀賞的櫻花步道 哇 櫻春雪 哇 這邊的櫻花真的是太太太太浮誇了 然後櫻花路它其實是在裡面那一條 我們走的是外面 外面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茂密 所以野人比較少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去裡面那一條看 裡面那一條才是最漂亮的櫻花路 我們走到真正的櫻花路了 人潮就相對多人非常的多喔 旁邊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感覺是郁金香之類的 但是真的很繽紛 你看這邊櫻花它是兩堂都有 它就整個就是這樣包圍起來 櫻花隧道那裡 配上今天的太陽暖暖的 不過這相機鏡頭太緊身了 櫻花變散景 但它真的是超級的美超級的美 這邊美到有點像是假的 我覺得這邊很值得來 然後這邊其實大家地鐵就可以到了 它還有油彩花 所以你就可以兩個花一網打鏡 真的是很推薦 現在來到銀日公園 它是屬於海邊的小公園 可以看到後面就是嗨 然後後面可以看到 五六島 那為什麼叫五六島呢 因為它蠻可愛的 就是它有一個島是 底部是連在一起 所以漲潮的時候 看起來像兩個島 退潮的時候看起來是一個島 所以就有時候五有時候六 叫五六島 然後說到春天的話 大家來韓國都會看櫻花 但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油菜花 可以看到嗎 後面有慢慢慢慢的油菜花 因為油菜花景色還蠻特別的 一個的話就是 你可以看到後面是高樓大廈的景色 然後第二個景色的話是 這邊有一個 可以看海的景色 然後剛才阿倫 還有我 阿倫超厲害的 阿倫剛才發現拍照點很可愛 所以我們拍到花跟海 然後再往前走 還有一個水仙花 浮上觀光公社帶我來 我才知道什麼是水仙花 看起來有點像是百合花的感覺 而且它有一個香香的味道 韓國第一站 算是我的小小嘗試嗎 因為我其實看到很多人出國 都會體驗當地的很深度的 例如說做料理之類的 然後來韓國這麼多吃 吃韓國料理但是完全不會做 所以今天第一站就要來做 韓國料理 大家都知道我廚藝很好吧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會成功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海鮮煎餅 辣炒章魚跟海帶湯 但我很不會切東西耶 是不是要這樣 對 包片 這是要包片嗎 是 包片包片 你要吃要熟喔 那我好緊張喔 是不是我就說我不太會吃 可以啦 通常沒有在煮飯的 什麼話說 有 包片有點微厚喔 偷看一下來一片 還行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 這 這什麼意思 你都知道我廚藝很好吧 XXX 擺漂亮的部分 擺漂亮我們最會啦 我們就只會擺漂亮 所以是一個Tamaran嘛 對的 對 對 我現在已經買了一個多高 為什麼 然後你還不容易 然後你還不夠 你要下嗎 對 簡單的交給我 欸 蛤 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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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h 太好 因為他被的粉在這 然後 你下 手應該很好吃 等一下 把它攤好 你對是淚醉 這也是淚醉 你老剛有切好不好 他們瞧不起我 對他們也瞧不起我們 我們看起來是很爛嗎 我們一直被憋住就是瞧不起 瞧不起我們 我們平常也是有在認真做菜的 現在來到的是鬆島 鬆島這邊是浮山第一個歷史最優秀的海水浴場 大家玩鬆島的話這邊玩法就是會到對面 就是海水浴場那邊先搭一個海上 纜車過來這邊走吊橋然後再下去 這是一個玩法 但是我們來的這一個禮拜 纜車剛好在維修所以沒有辦法帶大家看了 它纜車非常特別是透明的喔 非常的可怕刺激 我剛才上我們看照片真的嚇死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去走那個吊橋 我們平常換是一千元的韓幣 哇好壯觀喔 我會看到這個樓梯是樓空的耶 雖然看的到地但是有點可怕 我現在只敢看著前面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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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重點是如果你停下來的話 就感覺在晃 可是旁邊很美很美 我現在只敢看著前面走路 但我完全不敢看 沒有去高正來都會怕 我巨高正要小心 我剛才忽然回想發現這幾天來的景點 這是什麼高空步道、海邊步道 都是巨高正要小心的 終於踩到 剛剛想說那邊是石心的地 然後走一段又就是空心的地 好可怕喔 巨高正著 不要來 警告警告 現在人在咖啡廳 謝謝浮山觀光公社的安排 這間咖啡廳超超超美的耶 它就在剛剛那個吊橋的旁邊 然後你看它這邊有一個 麵海的座位區 超超超美的 阿倫發瘋了 這就是他要的行程 我剛才爆點了一盒麵包跟蛋糕 看起來都超超超好奇喔 太開心了 咖啡廳是這間超級的可愛 還有這次可以拍照 非常現代化的一間咖啡廳 這間超讚它有三層樓 這邊居然還可以看到櫻花 太扯了 芙花跟海景一網打進的咖啡廳 超推薦 不可能上面這麼美耶 它整個海是一望無際的耶 360度 180度 它頂樓還有很紅這種泡泡 泡泡玻璃泡泡 嗨 嗨 這個泡泡屋是我之前去滑雪的時候有的泡泡屋 樓上好美喔 超美的耶 大家真的要記得上來頂樓 因為頂樓的話可以直接照到太陽 然後非常的舒服 就是有海風 然後還可以帶寵物來喔 非常的推薦 然後這間咖啡廳 它真的超超超超大耶 總共有三層樓 室內跟室外空間都很大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 我應該很喜歡這裡 第一次吃韓國的菜包肉 它是午餐特有嗎 不是韓國 韓國經典的料理 豬肉 但是可以用菜包起來更好吃 包菜 然後阿倫剛才說你包怎樣就要一口菜 對 要一口去吃完 挑戰 你也包太大了吧 可是它的菜就那麼大 可以嗎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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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有禮貌的孩子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我覺得菜包肉很讚 它可以一次吃到 肉跟菜 就是韓國所有的都吃得到 還有泡菜那些 對比燒肉 我覺得燒肉對我來說 就有點不甘太有膩了 然後但是又很想嘗試韓國的生菜跟泡菜的話 我覺得菜包肉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它的肉都比較清淡 然後也很juicy 推推第一次吃 我真的太熟 這好好吃 正確的給你燒皮製作師 兩個杯子疊起來 然後倒到這個的下面部分 然後再把這個倒進去 然後呢 再把這個倒到這個卡斯的下面的這個線上 黃金比例就是一口 就是直接溫色的一個比例 那這要乾杯嗎 乾杯啊 乾杯啊 最好喝的 你適合黃金比例的瘦皮 燒酒加啤酒 乾杯乾杯 沒有燒酒的味道欸 是嗎 然後無形中就會喝醉 無形中就會喝醉了 無形中就會喝醉了 歡迎大家觀看 歡迎大家觀看 回到房間啦 其實在剛剛吃完菜包肉 我們有回到飯店附近 吃很有名的釜山糖餅 釜山糖餅 釜山糖餅是我十幾年前到這邊吃到 超超超好吃 心心念念不忘 然後過兩三年之後 我再去熟耳吃 結果發現 熟耳糖餅不好吃欸 只有釜山好吃 我不確定我吃到是不是 不有名所以不好吃 總之就是我覺得 釜山還是要釜山吃最對位 然後那間真的好好好好吃喔 它排隊人很多 但是不會排很久 六十元 就台幣大概六十元 然後超大一個欸 它是用杯子裝 我覺得非常方便 吃也不會沾手 也不會用的油泥泥之類的 那個設計真的很讚 外皮有點像是QQ球的感覺 裡面超超超超超多堅果 然後吃起來很有口感 然後外面還有一層脆脆的糖粉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們來釜山一定要安排 好的啊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囉 我要準備去洗澡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我還要訂閱我的IG喔 更多有關釜山的資訊 可以看下方資訊欄 還有釜山觀光公社的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韓國的櫻花沒有再輸日本的很誇張 就往下拍這個櫻花 今天真的很美欸 今天來到樂天遊樂園啦 這個人叫飛車 就這邊閉碗很刺激很刺激的 要不要嚇到吧 有點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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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